乌克兰国家边防局9号发布声明称 美国已将多艘金属鲨鱼快艇 交付乌克兰国家边防局海岸警卫队 声明中称 这些快艇配备现代化导航系统 能够快速机动执行各种海上防御任务 还将参与执行黑海海上走廊的安全任务 这意味着什么 来看总台记者魏东旭带来的观察 乌克兰从美国引进金属鲨鱼快艇 就是要打造水上突击队 金属鲨鱼这型快艇航行速度比较快 在水面上进行转弯也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在快艇上架设轻重机枪 自动榴弹发射器 以及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 那么如果在地涅薄荷的流域进行部署 武装版本的金属鲨鱼 可以作为这种水面上的突击平台 以及火力打击平台 乌克兰的士兵和特种部队 可以利用武装版的金属鲨鱼 在地涅薄荷的流域进行快速机动 可以协助防御乌军在沿河区域内 构建的阵地和攻势 那么也可以针对试图渡河作战的 俄军的作战部队进行袭击 进行干扰 当然了 也可以执行这种快速的运兵任务 比如说运送乌军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 快速地渡过地涅薄河 针对对岸去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 如果是在沿海的区域进行部署 它主要是执行渗透式的作战任务 当然了 这个金属鲨鱼这款快艇 如果说美国方面提供的数量比较多 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不排除乌克兰的军队 乌克兰的情报机构 也可能会把它改造成自杀式的无人艇 为它加装碰撞式的战斗部 为它加装星链的通信设备 以及一些光学和红外的传感器 考虑到它的航行速度比较快 在海上进行转向的时候也比较灵活 一旦它成为自杀式的无人艇 那么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威胁 那么乌克兰方面 可能会使用这种自杀式袭击版本的 金属鲨鱼无人艇 去攻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 和沿海区域内的军用的基础设施 当然了在黑海的区域内 俄方也是强化了针对乌方快艇 以及自杀式无人艇的这种防范的能力 首先俄军它的水面战舰 是进行了这种警戒程度的这样一个升级 会有更多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官兵 那么在水面舰艇上进行直搬 然后在水面舰艇的侧衔位置 要架射机枪 包括一些小口径的机关炮 那么一旦发现自杀式无人艇和快艇来袭 那么就会使用交叉火力对它进行拦截 除此之外 针对这种自杀式的快艇 和这种小型快速的海上作战平台 俄罗斯方面也强化了侦察和定位的能力 用 一直 带 鱼 è